如果今天问各位一个问题 那基督徒能否食用这一些 拜过偶像拜拜的食物呢 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些基督徒们 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聪明得不得了 有一种他所认为清楚的知识 有一群人觉得 拜过偶像的物可以吃 他有他的道理 他可以讲得很清楚 有另外一群人他会告诉你 拜过偶像的东西不能吃 他会告诉你怎么样 清楚的不得了 可是在这里谈的知识 不是拜过偶像东西可以吃的知识 也不是拜过偶像不能吃的 这些东西不能吃的知识 而是你有一种更高的知识是 你知道问题不在 这个东西可以吃 或者是不可以吃 而那个关键点正是在这一段 所谈的那个爱 我有爱心能够造就人 人不是透过赤向神证明什么 使我们的灵性更好 使我们更追求 不是这样的 可是他也当然后面也在谈 那在吃不吃这件事情上 你需要考虑一下 那到底要怎么考虑 通常赞成吃既有像之物 可以的就会停在这里 告诉你 是可以吃的 原因是什么 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 叫我们不吃也无损 怎么样 吃也无益 所以没关系 什么都可以吃 都是上帝所造的 你有这些经文 会可以告诉你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 你也有这一方面的知识 跟这一方面的自由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想要让你知道 也有一些人 其实他会因为吃这一些 既有像之物 而内心感到什么 不安 甚至会疑惑 甚至他会觉得犯罪 他会有罪恶感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但不要鼓励他吃 甚至在他的面前 你也什么 不要吃 为的是什么 爱他跟造就他 不是只是至高至大膨胀 而是愿意为了他 放弃你原来有的自由 这正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